好來 繼續來看 最近傳一支開新聞壓平 是台北市台安区最高級的 家庭審議連勤 這回的開新聞是大樓的合併 說像是中風設計就超過五千萬 房後的總計師超過七億 最特別的是這個家庭主人 壓不四十歲 正常的豪宅就是一個客廳 一個餐廳 沒有 還有好幾個客廳 這裡竟然有一個酒吧 太瘋狂 如果客廳大樓可以採訪 還有大片桶下可以看到 樓口的美麗風景 整個家的中風就像百位公司 白鴻前面相當性的冷靜 說是全台北市最關鍵的 超級好的人家 他整個主臥區 書房跟這個主臥是併在一起的 而且非常大膽的是整面 用一個玻璃再加上 金屬修飾的鞭條 只有裡面的中風就超過五千萬 小鴻這次好 尚習慣老闆學院後 觀眾超過三百元 一百二百二百五十萬 總計七色新台票 在土地價值 未輸今年的台北市 看起來還要看 到底是誰 這裡有資料 說很多錢 跟剛才 屋主是朋友 屋主三十幾歲的 非常的年輕 這個白手起家 至今好給人家的主人 競然不夠四十歲 台台主工的美麵 八十塊幾個月 白鶴中人 從合作時 高齊團級 航海翁 因為他前期間 可到處航園國 會賺五十票 甚至是高樓層的 甚至是面當大安森林公園的指標性豪宅 或是屬於台灣金字塔頂端族群的 所謂親愛的這樣的產品 新的年輕 可以直接看到 特別市警官 還在在台南府 政華地團 生活機能真好 和官村工會 集結論 都在這裡買房 雖然好給人家 裡面總統萬空 可以去討論 也讓大家看到 有很多人過生活 可能不一樣 哈囉 我是張蕙琦 想要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 寶寶 光臨 朋友 pork